加拿大联邦政府预计将在本周二的预算中增加税收 以应对自三月底以来日增数十亿元的支出 总额超过380亿元 尽管财政部长承诺今年的预算赤字不会增加 但由于经济增长缓慢 政府别无选择 只能增税以保持赤字稳定 多资处地产团队服务加拿大华人二世仔 集结金牌地产经济团队帮您找到梦想之家 另外特鲁多宣布将投入15亿元 启动加拿大租金保护基金 目的是在防止投机者和大公司购买廉价租赁公寓 从而抬高租金 主要针对当前多地租金不断上涨的情况 特别是在温哥华和多伦多 此政策也面临一些省份的反对 尤其是魁省和安省 最后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OSFI 宣布将从2025年起实施新措施 监控并限制各银行为保险抵押贷款中 贷款收入比超过4.5倍的高杠杆借款人比例 主要目的减轻金融系统的风险 确保借款人偿债能力的稳定